流流刺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維京對上Viper的阿茲特克的一個對決 這個對決的地圖是競技場 競技場的話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都是會打一個超級大後期 都是會打到帝王姿態的一張圖喔 除了一些城堡快攻或是封建插塔 那些不說戰場的打法 都會是農到帝王 然後跟對方打一波的一個選擇 好那來看一下阿茲特克的能力 阿茲特克的能力的話 他的雙名系列量為加3 好一開始就有這個能力了 就代表他的所有材質資源 都會多一點 多3有沒有13肉 他可以一開始就可以最高上升到13 就代表他這樣子來來回回距離 採集資源的時間 走路時間就變少 採集資源的量就會變多 好那來看一下軍事單位提升速度11% 以前是蠻高的喔 現在有被下修到剩11%了 不然以前那個產兵輸太快了 實在是有點像是哥的那種感覺了 再來就是修道院 每一個科技都可以讓生女加生兵職務 再來就是一開始防禁軍加50 那霸擁是 是特殊的步兵單位 那是打 特別是打步兵會有外傷害的 那對於工兵那些還是比較害怕一點的 再來就是他的 直毛器 毛兵的話攻擊1加1射程加1 好這個科技的話會讓 阿茲特克的戰毛病變成這個遊戲裡面 最痛也是射程最遠的一個戰毛 好非常非常的厲害 但是打步兵跟騎士還是心有餘力的不足喔 好那來看一下 龍冠戰爭 步兵攻擊力加4 步兵攻擊力加4 那就會變成說他的這個劍勇單位 會變成這遊戲裡面攻擊力最高的一個選擇 呃他有攻擊力最高 然後生產速度也很快的一個軍事單位一個選擇 陸地單位應該算是來說 嗯 攻擊力算是最高的啦 應該沒有其他比他更高的 印象中是這樣子 好 再來是維京人 維京人的話他的封箭時代步兵會加20% 那輪咒技術和手推車的免費 那再來就是他的狂戰士步兵 那跟維京大戰蟬 這兩個都是會比較少出一點的 那這邊的話 球長的能力是對步兵對騎兵有攻擊加成 這個對馬國來說會比較痛一點 但是對一般的步兵國來說基本上沒什麼效果 那再來看這個狂戰士幫這個能力喔 這個能力可以讓狂戰士自己提升補血速度 那基本上這個也是點不太到的 你就算打狂戰士也不一定會點這個喔 因為這個成本消耗太大 還不如多出幾隻狂戰士 回血的效率太低 基本上 你真的是打大後期有跑貿易 然後錢真的無限多的時候 才無聊去點這個喔 然後帶出狂戰士這樣子 不然的話這個能力基本上 在一般代表來說是 10場裡面維京 有9場是不會點的一個狀況喔 好 那順便剛剛忘記講到一個 稍微細的一個細節喔 阿斯特克在競技場來說也是算蠻強的文明 是因為 阿斯特克他的團隊加成 聖物產生三三八黃金 算是很高的一個加成 因為 大家也知道 聖物這個東西在競技場非常非常重要 通常都是一個城堡會去 一個搶奪一個資源的一個重要戰略目標 那如果可以把這些野技全部打回去的話 打到大後期 兩邊都斷金的情況 靠已經產的黃金會變成一個救命稻草 會算是一個反敗的一個關鍵 所以阿茲在競技場這張圖來說 也算是非常非常不錯的一個選擇 而且他本身就經濟加成 然後打波兵單位也不錯 因為這張競技場圖本來就不大 你看 其實算是蠻小的喔 單挑來說的話 好 先來加速一下吧 那前面升級應該是 不會有太多的碰撞 那最近其實我日更影片有點疲倦啦 真的每天日更影片算是一個 新類的事情 因為我現在不是全職做YouTuber跟實況主 平常有一些自己的工作 還有一些事情要處理 生活中心要全心全力放在拍片跟實況上 可能會有點太累了 所以最近實況時間有點太長 那加上每天日更影片的關係 導致一些影片講解也不太好 那也蠻謝謝大家的一個包容 畢竟每天出影片真的是不容易耶 要還要看很多比賽 然後再挑出比較適當的影片來做講解 來看一下這邊有對撞 好這邊 阿斯特哥已經出了 生侶 要來招搶這個弱馬 那弱馬是有抗招搶的能力喔 那跟老鷹一樣 老鷹也是有靠招搶的能力 但是這邊弱馬一上來還是會招不到 然後直接送掉肯性很大 哇就招了一隻 完蛋 但是這隻生侶出了太早 這個兩下就死了 哇 天啊 生理瞬間拔鬥 哇 VIPER這邊虧爛 直接減兩百斤 結果 對方 圍巾 居然 遺跡減得爽爽的喔 沒有人去騷了喔 好那這邊 肉馬數量超級多 圍巾這邊很聰明喔 先點下輕騎兵 想確保這邊一定能打得硬喔 那阿茲這邊只能出 陰式齁 來做個抵抗 那這邊 VIPER選擇點下了一個金杯 這個金杯是增加三呂的血量 這邊 麥可居然在斷村耶 這邊是想要斷村 然後點英勇士喔 因為現在是鷹刺猴 所以跟 對面 輕騎兵打的話 會很劣勢喔 因為他血量會多10滴 鋪打起來的話 鷹勇士並沒有那麼賺 而且鷹刺猴還是耗黃金的兵種 所以這邊趕快點上英勇士 雖然斷村了一下 村民術稍微可能會被拉開一下 應該是還好 圍巾這邊是選擇雙TC開 然後一個修道院 它是一個專心爆馬的打法 它就是 這個打法就是會先專心在搶機上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遺跡 哇這個又被砍掉了 遺跡會變成競技場的搶毒重點 哎唷 白玉盒這邊還收掉一隻老婆 不錯 這個有在抓一些細節 到處都打了起來 這邊變成英勇士了 英勇士升上去之後 並沒有特別強的感覺喔 只有增加遠方 血量加5 這個升英勇士 是不是要先升異攻還是異防 應該通常都是先升異防 這邊先升 先升級為英勇士 好像沒有太大益處的感覺 還是被肉馬鴨子打 因為畢竟防禦都沒有提升 喔這邊老頭又出來又要被抓了嗎 哇老頭又上來又被砍死了 哇賽 VIPER是不是糟糕啦 死了蠻多的生侶的勒 看這修道院在哪裡啊 怎麼沒看到 喔在這裡 這邊只拿了一個遺跡 這個遺跡遺跡沒拿到 但是對方的肉馬也送了蠻多的了 而且其他遺跡也順利的搬回家了 哇那這邊圍巾順利拿到三個遺跡 你的VIPER確定是拿下兩個 那在這個後期來說 圍巾會有一個小小的優勢 但是這邊 阿茲特克有剛剛說到的 聖物產生黃金33%這個效果 那到地龍時代可能會變成 2.5個遺跡的效果 這還算是可以跟危機持平的一個狀態 看一下這邊 應該是也不會打起來 這邊肉馬會送掉嗎 沒有 好這邊 是選擇點下了生侶的科技 招翔CD時間變快 這裡抱一下生侶 有這個招翔能招到嗎 但這抗招翔能力實在太好了 一隻肉馬都沒有被招到阿 哇賽 不得了 喔不好意思 剛剛那個是宗教床了 生侶的移動速度增加 並不是增加CD時間 減少CD時間那顆角 搞混了搞混了 好再看一下 這個頭石車砸到生侶的頭 喔好像被石頭砸了一下 喔有點癢 這個生理血真的是很多,55滴 回經只有30滴喔 這科技點越多,這個生理給的壓力就越大 但是這邊應該是問題不大了 肉馬多出一點,這個生理還是能解決的 哇,這邊直接打算要硬硬砍這個生理了 哇,這個生理直接三刀死了,哇 但是這邊 Viper一隻肉馬並沒有扎強到 但對方的生理也全部陣亡 那肉馬的話,圍巾這邊是戰煞的下風 因為肉馬的用處已經沒有了 目前不會再繼續輸肉馬 肉馬的作用已經結束了,以及搶奪完 肉馬就不會再出了 來看一下,Viper這邊是打算打一個工程器喔 工程器跟 步兵,裝甲,裝甲開始點了 可能會打個裝頭加裝甲的一個選擇喔 那看一下,這邊圍巾下了城堡 這邊是要打狂戰士呢 打狂戰士的話,那城堡就夠多耶 不然這暴兵暴的太慢,我看來不是要打狂戰士了 應該是要打劍勇 好,那這邊,長劍兵已經研發好 雙手劍兵要準備上了 三方也準備研發中 唉唷,這邊圍巾爆兵速度很快喔 哇,這個是這遊戲裡面血量最多的 劍勇了 對上這遊戲攻擊力最高的 劍勇,到底是血量多重要還是攻擊力重要呢 又是一場矛盾大對決了 好,那上面這邊想要來看一下我們在挖士島 結果沒有 好,稍微加速一下 兩邊持續在暴兵 好,那這邊看來是要開打了 來跑這個城堡壓出來想要躲這塊金 但是由於這個金的位置非常尷尬 在中心點 來跑這個城堡似乎只能蓋一點點的位置 這個城堡沒有守到任何東西 算是一個戰略點而已 這個東西走下來才比較好推進喔 但是對方早就已經準備好兩台遠頭了 好,城堡蓋好了 但是來跑這邊斷石 沒辦法修復城堡 完蛋,只能眼睜睜看著城堡倒了 這邊一個交換沒換到 唉唷,這個頭下去 哇,肉馬走不過來 有人砍掉一台了嗎 十二滴 還有一滴 哇,剛好剩一滴 沒有倒啊 這個中心的火車 雖然城堡已經倒了 那這個火車趕快走了 趕快撤,撤到城堡這裡 好,對方的劍勇數量超級大 四十...九隻左右 那這邊viper的數量只有少少了 二十六隻 數量有點偏少 那邊肉數是有點... 不夠...不太夠的感覺喔 四十片田要產劍油 要一直爆量的話 至少要到六十片田左右 不然會一直會有斷劍油的狀況發生 好,我們看一下這邊 哇,直接送掉了一些劍油箱來騙頭石車 來砸自己藍色的劍油這個傷害 喔唷,這邊分兵分得很好 少量的劍油走到前面 然後讓viper自己投石,自己投石車 OK,這個投石車往前直接堵掉一發 往前投一發 應該要互換 然後這裡一發 應該也是互換 喔唷,這邊是換下面的 唉唷,這個投石車直接換了兩台 下面這個也被投掉兩台 這個第三台 哇,這台投石車MVP 投了三台 上面的劍油開始砍起壓 但是viper的數量似乎有點不太夠 有點被壓著打的感覺 但是好像還可以 數量還是...摸得掉 唉唷,攻擊 唉唷,這個投石車 唉唷,果然還是掉了 哇,上面兩台遠投 直接被賣回點掉 這裡又拉了大概四五隻的劍油 要來拆這個巨型投石車 但是能拆掉嗎 這裡又拉了兩三隻 想要繼續砍 再來兩刀,一刀 完美 哇,四台遠投 直接被拆光 那這樣子viper的問題又來了 那你怎麼辦 你已經沒有劍油可以擋正面的部隊了 投石車也被投得差不多 完蛋 哇,這個村民是出來送頭 完了 完了 這面幾乎沒有部隊 難道viper要輸了嗎 哇,viper 殺之 產生的速度應該是很快的喔 那這邊是不是有點窮困潦倒啊 黃金跟食物都不太夠 完蛋,這邊金礦直接被鬧 好 那這邊是不是有點搖擺 哇,這邊圍巾的投石車好多啊 城堡 要是守不住的話 就四十大條了喔 哇,真的倒了 完蛋 那viper這邊僅存的二十幾隻劍油 有來打正面了嗎 維京的金融數量被削減了蠻大的一部分 但是正面這一波 還是沒辦法打下來的話 viper會很危險耶 對手維京這邊投石車的數量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還有遠頭在繼續在持續在拆房子喔 壓力一直回到viper的身上 而且房子開始卡了 這個人口開始遞減 城堡掉太多 房子要趕快蓋一下 正面是全家補軍營 正面打起來 正面並沒有太大量的感覺 這個投石車投到 但是攻擊力超高的 阿茲特克劍油 給維京的劍油造成極大傷 哇,這個投石車完美 哇,直接投爛 剛才說阿茲的劍油打出了優勢 馬上又被維京的中投 投了回去喔 這個優勢瞬間被瓦解 沒想到步兵對決是投車之間的操控是非常重要的 哇,這位投車還被擺給掉 哇,這位... 摩迪歐 摩迪歐 怎麼沒有太會喔 這個維京玩家真的是蠻厲害的耶 這個投車控的很好之外 劍勇也是一袋產 這個經濟調配非常到位喔 哇,這邊半盤打出了GG 哇,這一場比我強中的還要快啊 那這邊食物是55片條 我們來看Viper是幾片條 Viper也是59片條 但是他是後來才慢慢補上來的 哇,那這邊可能是維京前期的手推車輪軸 給的經濟有史蠻大的喔 所以前面爆的量一直都是比Viper的劍勇數量還要多 那邊看到霸勢裡血的劍勇 維京這邊居然打贏了攻擊力最高的劍勇 血量只差14滴 結果就是這麼大不同 雖然這跟控兵也是有關係喔 但我覺得這位玩家也是相當厲害 能打敗Viper的都不是泛泛之輩 好,我們來看一下數據的部分 看一下經濟如何 經濟的部分,果然 是對面維京採的食物量夠多 用免費輪軸跟手推車 農田的採集速度會一直upup 非常非常的快 升級速度會很快 好,再來看一下升級 升級就是基本功 Viper還是好一點 但村民術 村民術也是Viper的領先 但遺跡是落後的 整體來說 確實喔 兩個遺跡跟三個遺跡差別並不大 因為阿茲特克的兩個遺跡 有團隊加成的關係 所以遺跡的產量並沒有太遜色 圍巾這邊三個遺跡的效果 好啦,這一場比賽只能說 這位圍巾玩家投車控的實在太好了 好幾次都是用投車逆轉的 好啦,那我們這次影片就到這啦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